將心比己 有一天你查查牙 看到整個星盤都是灰 上面多了四枝東西 那這四枝是甚麼來的呢 我們收到住在粉嶺華明村的劉先生報料 說在兩個月前開始 樓上經常傳出裝修的電鑽聲 吵吵也不止 最驚訝的是 天花都懷疑被他堆穿牆 突出四條柱藏物體出來 好幾天 轉聲和喘聲 喘得很厲害 很貼長 在廁所位 已經不斷有灰掉下來 有一天我媽媽都說 聲音很厲害 貼得很厲害 直接想上去投訴問甚麼事 三月中做到現在 五月了 假期也是這樣 現在做到晚上 結果第二天我回來 見到瓷盤已經有灰在 我一望上去 有四枝東西穿在我的天花 這四枝東西 可否跟我們確認 是完全未出現過的 未 住二十年以上 二千年到這裡 一直都沒有搞過任何事 自從這次裝修之後 天花就出現了這四枝東西 但沒有人說 究竟這四枝東西是甚麼 為了這四枝東西 劉先生找過管理處 業主立案法團 房屋處 樓上的業主還報過境 但也沒有人回答劉先生的問題 就著這個情況 我們找到裝修專家查詢 他說樓上鑽穿 劉先生天花板的可能性很低 在天花板穿出來的 可能是一種行內稱為 青線杆的物體 到底甚麼稱為青線杆 這些樓宇結構裡的原柱填充物 它純粹是填充那個洞 那個洞 有些人稱為青線洞 有些人稱為青陀洞 行內會說這些洞 其實是被測量師 去判斷起樓的時候 樓有沒有偏移 而它如果有跌下來的跡象 這個時候看看 有沒有樓上會否進行緊急的操作 譬如裝修、搭東西、漏水等等 估計樓上裝修震到這四枝東西 跌下來 樓上找過房屋處 他們都派了獨立調查人員上門視察 但認為那四條突出物 跟樓宇結構無關 而且管理署曾經多次轉手 他們都沒辦法找到準確的圖則 沒辦法肯定那四枝突出物是甚麼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究竟我有甚麼結構 拔不拔得開 弄了會否串 不知道 問他有沒有圖 沒有圖 管理署沒有圖 聯絡業主 嘗試找他去恢復 結果他就說 這個四枝東西不是我的 是你的 如果這個四枝是金的話 我想都是你的 不會屬於我的 我不會搞的 現在是否等於我 家人買了單位 完全沒有保障 突然間有個裝修穿了 你負責 你自己等幾萬元去找公正行 你花時間找半年去排期去做 我覺得不可以接受 我退一步 剷了還原都可以 都竟然這樣回答我 我會有注視你 Screw you 增加在宅 我會有盡量 我會死你 你負責